还行 谢谢 就基本稳了 是 最后一个S1 稳了吗 S2 最后一个死亡跳台 就看谁的操作 更加细节 这里两个人 基本是像头脑飞于RD 这边楼梯更好一点 比较靠钱 这么看的话 这三张图 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 是公平的 轻轻火车站 大家跑的都少 对 然后第一张 北海渔场悟空的 最后一张 洛杉矶 阿尼的 那最后一张图 也是阿尼搏出来的 显现没有最后一张图 是的 看吧 这次看局部的话 也是悟空在前边 这边一个点票以后 明显阿尼更细节一些 这边用车尾 挡了一下悟空前行的路线 以后拿到零跑位 转下来之后 接弹射 这弹悟空拉近的距离 第二弹 这样的话 不好做对抗 这锅弹射 感觉悟空稍微有点收 因为他怕 谈到阿尼的车尾上 对自己的车速有所影响 这个弹射的容忽率 还是很低的 弹得很含蓄 是的 弹得很温暴 再来几线一句 阿尼已经领跑了一圈 但是依然有后队的机会 因为两个人的话 离得很近 是 后边一些小的 挑尾点啊 收尾点 其实都是容易出现失误的 所以这个点飘 路风有点肥 一定要甩下来 路线有点大了 紧接这里的路线更大 而且上强了 因为是甩下来的 所以说路线会往外滑 被拉开了 那就看下面一个随微点 只要不出现拖飘 你说的是谁 你只要不出现拖飘 啊 明白了 预测的很精准 啊 还行 谢谢 就基本稳了 是 最后一个S1 啊 稳了吗 哎 等会儿 不对 谁稳了 悟空稳了 是吧 我在说什么呀 这比赛不好预料 刚才 弹射点 最后一个弹射点 是悟空投票了 又发生了那样的状况 哎 哇 你这个长空怎么跑啊 来看一下起步 起步 没喷 测试没 又没挤满 太难受了呀 你走左面 这个 又没飘起来 我都跟着太急了呀 前面甩尾又没弹出来 再来极限弹气 延续 但是现在悟空的距离 并没有很远 对于阿尼来说 是否有这个王鼠buff 而且悟空前面 淡气延续 没延上 阿尼有没有后追的机会 还真能追上 他有 下面一个玩道 是一个对抗点 但是阿尼并没有主动的 去寻求对抗 撞击点过来以后 再次拉近距离 是 两个人这样的话 其实彼此本有机会 是 阿尼 阿尼 这一手长城 会不会 再次 救你一命啊 通过路线 再次拉近 此人拉过来之后 再延续 下一个弹射 两个人没有问题 对 双杀以后硬弹 但是悟空的弹射 出完要更快一些 这个时候别忙 还是要做一个等等忙 但是现在 你再不忙的话 感觉不行了呀 因为最后一个死亡吊台 就看谁的操作 更加细节 这里两个人 基本是相当地飞于阿尼 这边楼梯更好一点 比较靠前 这是谁的王鼠 阿尼赶下来 恭喜阿尼 终于拿到了自己长城的王鼠 这至关重要的一分 在失掉洛杉矶以后 拿了出来 看谁能够拿到第三分 是 起步悟空更快 阿尼的这个起步 这落后点点多呀 他的起步啊 神一局鬼一局 是 有没有觉得 有快的话真的很快 就跟上一轮 新天药宝那个起步似的 完全压制悟空 慢的话 就真的不知道他在操作什么 但是悟空这边落地也差一点 对 但是提速还是很快的 没错 还是没有出现失误 双方抓的点不一样 这边路线 就拖了 第二次在天药宝的这个点 撮飘了 第二次吗 我觉得不止了 更多吗 因为一次就两圈 来看一下 赛座后追 WCWW最大速度 二连断过秒 这是阿尼的细节点 感觉这一次拉进去 并没有之前明显 但是话音未落 落地之后 是悟空刚才 丢了个笑喷了 对 丢掉了个喷 那个并不是撞掉的 看再来 一种 WCW 因为速度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刷谈 这再次被拉开的距离 以后还得追啊 有得追 这个距离 有得追 看落地 这里 差不多跟那一圈 我觉得悟空选择 这张图作为王族来说 最难点 又要说吗 前面悟空逃 是 那这样的话 两个人再次进行干扰 对 下面一个弯道 感觉还得是 二连断空飘来定胜负啊 开弹器 这 侧身过来 二连断空飘 阿尼有拉近距离 后面这个弯道 谁够细节 上墙了 一口气颤点没上来 是 以为要出现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卡位 但是没想到 瞬间失速 接下来两局 我全都拿版本 最强的赛车 并且都有信心拿 全赢 对 放手一搏了 先看这局吧 这局如果悟空拿下的话 直接来到了赛点 对于阿尼来说 还是暴受 是 但是起步破风更快 没有给悟空对抗的机会 上墙了 最后没啥 不过来之后 再卡气 对 双杀弹射跳起来 这边调整过来 因为没有一缩的压制 所以说 氮气数量很重要 都卡满了 这个氮气 跟泰伦说 落地之后的距离标远 对 第一拳结束之后 阿尼算什么二秒大的一个成绩 对 空武就身对抗 但却无用武之地啊 雷诺 现在还得弹 距离看起来有点 哎 拉近了 是 刚才前边阿尼的车身是明显有一个左右摇摆的感觉 刮痛了一下阿尼 还有机会这样的话 看一下乌虹下来以后会不会顶到阿尼如果直接顶到墙上 这个距离不够差一点 挺显的啊 那这样的话 长直线没有对抗的机会就没有反常的余地 没错 那现在可以恭喜了吧 可以 现在恭喜阿尼 2比2打平 那下一张不用 现在就要打哪张赛道 对 北海刚才输了 对吧 美洲刚才赢了 看起步 这一次起步阿尼更快 没错 这局超全了 走速很快啊 并且乌虹没有机会 没满 是 小卡一下 再次再拉开 是 就是说测诚拉过来 刚才如果没看错的话 从声音来看阿尼更快一点 但是阿尼落地点不好 对 但是阿尼在前面又没有沿上的情况下 被悟空迅速拉近距底 路线偏差 悟空要对抗阿尼 情杀了一下 这就是路线反常 细节 进道口 顺利通过 是 这边顺侧跳起来以后 留一个落地喷 下面还甩吗 悟空应该还会甩 但是没甩了 还是这种距离稍微求稳一些比较好 哎呦 没有撞出来 没错 这样的话阿尼上来之后 反撞悟空两人再走近道 阿尼没进去 他被悟空带到路线了 因为刚才悟空的路线本就不正常 还带骗了阿尼 这样的话再次被拉开了 是 后续的室内弯道其实并不难 对 可以稍微求稳一些 就没有任何问题 看最后一个弯道 看最后一个弯道 阿尼想甩不甩 其实没有太大必要了 因为悟空已经即将出现 恭喜悟空 达到赛点 这场比赛的悟空的第二个赛点 是啊 不从天河 到底是成佛还是成魔呀 对呀 看起步 起步还是雪黄 要有更大的优势 再控下车 到飞点落下来 这个卡器有点相应 下面 吴红直接暴地上 暴力过 但是上来之后脱飘了呀 对 这个就是暴地的弊端又歪了 而且又弱强了 这个 看来刚才并不是第八 是一难呀 还对于阿尼来说 下石雪黄来到顶跑位 在自己的节奏里面 在这个距离很远 但是要铭记洛杉矶的痛 对 底下的站下来 对 再来两个戏的点飘 这边这个点飘很重要 哇 惯性戏鞋拉满 阿尼明显是并没有因为到 是对方的赛点而感受到紧张 没错 现在自己的这个节奏 非常的稳定 是的 再拉一个WCWW过来 侧身C的 哇 这个路线没得挑 前面再来一个细节点飘 路线非常的好 即将要拿到分数了 空下车少角度飞越过来 后边长直线 没有任何问题 没错 恭喜阿尼再度将比分搬平 3比3 进入到敖战 这好 看吧 卡牙齐也当然阿尼走内线的情况下 还好守住了自己的位置 并没有卡上墙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什么 就是拿指挥官和红牛呢 在这张图上难判高下 但是你后边如果说阿尼不打指挥官 那就相当于他多丢了一手红牛 是的 有可能指挥官还不知道在什么地图打出来 对吧 对 但是这一次的秋名沙阿尼 在管道通过处细节处理非常棒 他两次 他其实刚才拿红牛也是这么过的 对 反强过来了 但是你觉得下一个弯道 悟空再先内线 是的 极限的延续 对于指挥官来说 你永远不用担心的缺带剂 对 所以说就是看一些细节点 谁能够掌握得更加精髓了 这个撞墙拉飘以后 路线如出一辙 弹射 再来在前面的话 悟空好像小蹭了一下 我感觉现在对于阿尼来说有机会 你们下一个弯道 连续开弹器以后 可以尝试卡位了 阿尼 摔尾 这样的话 够不到了 对呀 够不到了 撞都撞不到 这 悟空 谁的速度更快 是阿尼 阿尼 这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你说撞不到了 嗯 嗯 大家都听到了 悟空自己撞了 啊 其实阿尼刚才那个选择 有一点凸显就是 他在秋名山使用到指挥官的一些没有悟空身 对吧 哎 甩尾过 脑子一热 突然间我说来个零号吧 你手里边有很多图可以打 北海啊 物园啊 都在 空港啊 阿尼这边抢出来了 而且我们单从选手心态简单分析一下 阿尼刚刚这张连奥现场没跑好 这一次对手选出来肯定有自信 他自信就体现在这里 连续的动标非常极限 现在在悟空cw单喷一扫前一张图的阴霾啊 对啊 前一张图对阿尼来说没有阴霾 但上一局零号身眼场现在已经忘记了 已经过了一整了吧 是啊 看下一个弯道要不要双杀优甩 蹭了一下 悟空没有办法双杀优甩 他这边还缺个氮气空中断蛋 在前接cww又被拉开了一点距离 难道说魔咒要延续吗 要延吗 这边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悟空并未采取断空飘的延续 而是空中压车延续 这样的话延续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 哎呀 下面一关了 现在的话这个距离始终是没能够让悟空 拉几个机会 这个断空飘过来之后 对阿尼同样非常极限 你看 至少他季节都拉满 至少他季节都拉满 但是对阿尼来说他没有给机会 恭喜伊萨阿尼 进入正赛 他成为了进入到正赛的第二名新人选手 而对于悟空来说在第三届亚洲杯 他依然是就差那么临门一脚 有毒啊 真的有毒 有些东西真的是很神奇 而对于阿尼来说他真的挺得过来 他在这一场比赛不只拿到了这个正赛的名额 他仿佛也在向所有人说明着 我不只会打顺风局逆风局我也行 没错 再次恭喜伊萨阿尼 打到了SN赛赛局选马赛 正赛名额的第八个